肖战梦中的那片海,取得发行许可证,距离播出又近一步了。 杨子投票偷偷买水了。 另外杨子还要和诚意合作。 肖战梦中的那片海,取得发行许可证,距离播出又近一步了。 梦中的那片海四十集剧集,马上要在春节档上新一线黄金档播出了,青春热血的肖春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。 肖战,李沁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,该剧以年轻人视角,诠释了爱情、友情、梦想的轻松时光,展现了一群北京青年在那时代里方方面面,和他们岁月里的爱恨情仇的故事,剧情很有意思而,值得一看。 肖战以纯净眼神和少年感的面相,再加上他深沿戏模出角色亮点,才能演绎出这么好的角色,把自己的价值做到极致。 努力加自律加专注加专业加敬业,已深入他骨子里,像呼吸一样自然,所以说能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肖战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勤勤勉勉,融入剧情和角色,享受表演,尊重饰演的每一个角色,沉浸式拍戏,无论演技,台词等各方面都很出色, 他每一部剧都很精彩,吸引了大量剧粉的翘首以盼,如今终于如愿以偿,有同一样喜欢他网友,可以点击关注一下本频道哦。 另外还有就是,肖战在今天12.26到达北京机场,要飞重庆回去工作了,走的是VIP通道,因为天太冷了,为了安全起见不想让粉丝送机, 这次还是两个保镖同行,安全感满满,上衣穿得很保暖,裤子看着好单薄,5号暂时下线了,盛阳即将上线了,最后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看法呢?留言评论一下吧。 杨子投票偷偷买水了。还是网友发现的。另外杨子还要和诚意合作。杨子投票偷偷买水了。还是网友发现的。 我是一万个不信。关注过杨子的都知道,杨子的粉丝大多是上班族,我是早上6点起床后,刷一下子社交平台,晚上睡觉前再刷刷,点点赞之类。 上午10点开的投票,一直到19点之前,YZ票数都不到100,看评论区说的结果一晚上票数猛增2000。 话说他们要求好高啊,投票就必须所有粉丝,全部一起看到,一起投吗? 有时候粉丝都不知道有投票吧。杨子是要参加春晚了吗?网传杨子还要和诚意合作,央视剧《丙大汉妇》,讲述汉武帝刘彻的爱恨情仇。 这个组合怎么样?听筹备小组的小道消息,大汉妇要开拍,就是汉武帝刘彻,黄小明之前演的那个角色,男主现在接触诚意,女主杨子,这个组合说实话,还蛮是期待的。 只不过这部剧也确实很早了,要是翻拍,我估计达不到之前的高度。